台湾演员狄英和孙鹏的儿子真的是麻烦不断 前几天才PO出和爸爸妈妈和好的温馨影片 14日被爆出在参加全院之星真人秀时 遭一旁评审当众呛 X 我们今天已经忍你一整天了 他忍不住动手掐对方脖子 立刻糟糊巴掌 两人差点打起来 评审继续呛 我没再跟你闹着玩 他则是不断碎念英文 现场气氛尴尬 录影也被迫中断 2分49秒的过程影片全曝光 根据现场影片可看到 孙安佐坐在评审席上 准备对选手讲评时 令明戴墨镜的评审突然率先发难 不满腔 我跟你讲了 你脑子有动没关系 但是也别浸那么多水了 X 我今天已经忍你一整天了 真的 从头到尾 你凭什么在这里当评审 你懂格斗吗 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选手在台下被你评分是什么心情 孙安佐一开始看得出强压不爽心情 听到最后一句就动手掐住对方脖子 瞬间惹火对方反击 朝脸呼了一巴掌 两人战火一触即发 旁人健壮 立刻上前拉住双方制止 对方评审继续骂 我没再跟你闹着玩 我不像其他选手一样 跟你闹着玩 但孙安佐继续说着英文 接着一派从容地离开现场 现场工作人员指出 孙安佐这次担任节目导师 当天在挑选选手的环节 一直对选手周围的人 碎碎念又大小声 让一旁评审被惹火当众反呛 现场气氛很尴尬 节目组一度中断拍摄 导致节目拍摄延时 据镜周刊报道 孙安佐经纪人表示 日常小冲突 无需过度担心 纷争可以在全赛中解决 但也有人猜测 可能是节目的宣传效果 引发热议 孙安佐麻烦不断 闪耀星二代变法制咖 因为他失控的表现 一度被网友质疑 其父母的教育出现了问题 孙安佐最疯癫的行为 就是在美国非法持枪 被搜出1600发子弹的事件 后来被判处4-23个月的刑期 2022年台媒报道 孙安佐在美国服刑238天后反台 遭台湾检方起诉 孙安佐是迪英和孙鹏 在1998年结婚后 2000年出生的独子 迪英和孙鹏在2003年离婚 2007年复婚 孙安佐回台后 今年5月在泰国因涉毒 而私闯民宅 还露出下体 后来屋主报警被逮捕 孙安佐为什么麻烦不断 他的说法是 父母带风向干涉他 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对父母失望透顶 否则自己有精神病 都24岁了 叛逆期似乎还没有结束 孙安佐从小到大 都被曝光在公众视野 养成了无拘无束 比较疯癫的行为 孙安佐泰国出世后 反而将一切怪责给父母 甚至炮轰父亲孙鹏 还说他爸做偷鸡摸狗的事情 导致父子关系变僵 迪英和孙鹏夫妇 也是不断离婚复合 像过家家 他们的不稳定的情绪 似乎遗传给了子女 导致孙安佐情绪容易激动 遇事不冷静 今年6月份 孙安佐因携带瓦斯火枪等物品 被移送台北地检署 交付了30万保释金 限制住居 孙安佐被父母多次改名 可能因为担心 儿子将来在社会上被歧视 以前叫孙华 后来叫孙安佐 近期则改成孙建豪 孙安佐后来与他人合伙成立公司 比较少回家 以工作为主 还是自己长大了 孙安佐在泰国涉毒发颠 还怪责给自己的父亲 真的很荒谬 后来他在7月份表示 和父亲已经和解 知道父亲并没有给自己下股 孙安佐在成人平台直播 还爆料自己是渣男 劈腿 没有安静一阵 孙安佐又发颠 他表示 募集70万台币 就要飞去乌克兰打仗 还说会活着回来 表示自己胆子大 不笨很聪明 表示这事还没有告诉父母 等计划成功后告诉他们 迪英对于儿子的疯癫行为 也是听笑而已 孙安佐担任节目全院之星格斗赛的导师 这几年 孙安佐积极健身 还拿下 WMBF国际自然健美邀请公开赛的青少年组第四名 8月8日 在弯弯市父亲节 孙安佐特地买礼物给爸爸 还晒出一家三口合影 孙鹏甚至开心亲吻儿子 画面很温馨 也证明父子关系破冰 孙鹏通过经纪人表示 心意是最重要的 很开心 儿子孙安佐如此叛逆 主要还是因为家庭教育 妈妈迪英也是一个大度和善良 具有包容心的人 她曾在节目嘲讽小S生不出儿子 和拦截英录制节目迟到被她踹 她对儿子太多溺爱 所以 为什么有人说她儿子是妈宝 因为迪英给儿子喂母乳 喂到12岁 非常的夸张 作为妈妈 迪英没有边界感 儿子变坏 还说是前女友带坏 她真的不知道反省 迪英因为童年得不到关爱 对儿子不仅溺爱 还多方面控制自己的儿子 包括监督儿子吃饭 上厕所 睡觉等 据悉有一次 迪英为了让儿子吃早餐 居然监督儿子7个小时 直到儿子求饶 迪英对儿子非常夸张 哄睡到15岁 有次还带着儿子参加接吻比赛 孙鹏面对老婆如此溺爱儿子 也是无能为力 两人曾多次吵闹离婚 分分合合 也是非常的荒诞 迪英和孙鹏 没有正确健康的科学抚养儿子 导致儿子麻烦不断 迪英是第一个值得检讨的人 当然 别人也不会干涉他们的家事 只是孙安佐如此反复折腾搞事 迪英心脏还好 没有被儿子奇葩的行为活活气死 孙安佐什么时候才会成熟稳重 看来 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 他活着似乎就不断制造麻烦 家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与行为 如果一个人在家庭环境中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那么他在成长过程中的所表现出来的叛逆与不良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 像孙安佐这样的明星二代 他的成长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他的爸妈都是非常有名的明星 他在家庭中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 而且他的家庭也经常会发生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样的环境对孙安佐的成长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正因为如此 孙安佐在成长过程中的叛逆行为就越来越严重 而且还有了很明显的暴力倾向 他甚至还开始喜欢上了枪械 这样的情况对他的爸妈来说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路 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说关于孙安佐的问题 大家都开始把矛头指向他的爸妈 认为他们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出现了问题 才导致了孙安佐如今的这个状态 是不是因为他的爸妈 才让他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呢 孙安佐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样的情况对他的成长和前途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可是他的爸妈似乎并没有对他进行一些必要的反省和教育 反而还一味地宠着他 觉得他只是叛逆期比较严重 会有一些冲动的举动 只要给他一些时间 他就会好起来 但是事实证明孙安佐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他已经不是一般的叛逆期了 而是有了非常严重的暴力倾向 再这样下去 他的前途真的会被毁掉 而且还会给其他人带来很大的伤害 所以说孙安佐的爸妈应该好好反思了 是他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才导致了他如今的这个状态 在孙安佐和其他导师的冲突事件曝光之后 该节目的矛盾事件也是被中断了 而且涉及到的人也非常多 导师给了他一记大耳光 也是非常不应该的行为 所以说 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所能解决的 需要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找到事情的真相 而且还需要对相关的人进行处理 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而孙安佐自己也应该清楚 他在这件事情中也有很大的责任 是因为他的一时冲动 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所以说 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并且要好好反思自己的问题 不能再这样肆无忌惮地挑衅他人 更不能再有任何的暴力行为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谅解和帮助 也才能够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来 孙安佐的成长环境 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他的爸妈都是非常有名的明星 他在这样非常特殊的家庭中 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 而且还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和非议 这样的环境对他的成长 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也很容易让他产生各种叛逆的情绪 所以说 他的爸妈在教育他的时候 就应该格外地注意 不能够因为是明星二代 就一味地宠着他 应该好好引导他 让他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什么才是真正的成长 而他自己 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相信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谅解和帮助 也才能够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来 感谢观看